万万没想到有人竟能用扁鹊这一英雄打上巅峰前十 范钱能用扁鹊这样一个位移没有控制且手短的中路法师 居然能在如今三体人变异人横行的版本里冲上了巅峰第七 当范钱的扁鹊达到巅峰第七这个高度后 其战力竟然比公孙黎不知火舞等英雄还要高 那一刻所有的扁鹊玩家都沸腾了 纷纷希望范钱能够冲击巅峰第一 哪怕只是上去体验一下也好 那一晚范钱信心十足是要冲击巅峰第一 证明自己同时也渴望创造历史 但遗憾的是扁鹊的巅峰第一之路最终倒在了匹配机制上 巅峰成绩也掉到了现在的百名开外 扁鹊这个原始版本的弃子能上到巅峰第五 实在是相当厉害 拿着一个短板十足的英雄上到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位置 没控制没位移没爆发妥妥的三无英雄 有人问他有这个天赋为何不玩其他英雄 他的回答让人意想不到 他说达到顶峰总是那几个版本之子来回答有什么意思呢 不如自己独创一条大道来得痛快 但难受的是即使饭前拿下了巅峰前十 却没有任何热度整个互联网上刷到的也不多